但您看到T1联盟元年季后赛24号开打 地主队台中太阳在主场迎战 排名第三的新北中性特攻 以破百的102比96夺下了季后赛的首战胜利 T1联盟台中太阳队迎战新北中性特攻 而4号在台体大体育馆开打 市长陆秀燕也在比赛前到场 为教练团与球员们加油打气 T1联盟台中太阳队员们身穿白色球衣 在球场上与新北中性特攻较劲 以破百的102比96夺下季后赛首战胜利 而台中太阳也是T1联盟元年 为二能拿到20胜的球队 这季例行赛战绩20胜失败 以联盟排名第二成绩进入季后赛 5月26号将到新北中性特攻主场 如果能顺利获胜就能角逐总冠军 是明天台中太阳也将到新北的主场 跟中性特攻去参加系列战的第二战 那因为三战两胜制如果明天再赢 台中太阳就可以直接晋级我们最后的总冠军战 运动局强调市府积极打造库城市库运动 并持续推动篮球运动赛事 培育运动人才 希望透过T1联盟元年季后赛 将总冠军留在台中 展现台中的运动热情与活力 台中太阳 总冠军